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力量? 现在,澳洲疫情期间,为什么每天都有40个年轻人变成严重忧郁症进医院? 就是因为他们失控了,精神没有控制好。 精神失去控制,就像车子没有人控制方向盘一样。 精神失控最危险,只能看着他撞车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 师父说,所以灵性经常来破坏你的精神,让你精神崩溃,失控。 师父还说,为什么灵性来了,你就会精神失控? 这就是他的目的,让你控制不住自己,不停造业,他把你拉向他的队伍。 接下来,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 首先,这位同修分享道。 今天大事至菩萨圣诞日,请假在家念经。 刚续香之后,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。 念到一半时,突然,头顶吊灯的其中一个灯泡爆炸。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,正好落在我拜殿旁边,但我却毫发无伤。 收拾的时候,看到带尖角的玻璃碎片,真的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,消灾吉祥。 农历七月十五快到了,今天,趁着佛菩萨圣诞,烧送了四十九章经文组合小房子。 平常依教奉行,每天念功课和小房子,菩萨真的自然会保佑,感恩。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秀分享道,我去年十月份查体,查出两个乳房有囊肿、节节。 医生建议我做微创手术,说让我考虑一下。 回来后,通过师兄教我学佛念经,念小房子,读白化佛法, 给自己的药经者和打胎的孩子一波一波地念诵。 念了一段时间,做梦梦到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, 前天去复查,一侧的没有长大,而右侧的节节没有了,变成增生了。 医生也说,可以不用做手术了。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,脱离了手术之苦。 以后,我要精进学佛修心,跟着菩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。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,我想分享,我患有自闭症, 头脑很差,十六岁至今都无法读得尽书。 人际关系很差,读来读往的。 我念经已经有六年多了,我慢慢地,一点一滴地,脑子越来越清楚了。 感恩佛菩萨的帮助,感恩卢台长师父的帮助。 我病好了之后,我希望我能够多多学佛,能够理解白话佛法,感恩大家。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,弟子真的很感恩,拿摩大肆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,保佑弟子。 弟子在求职当中不容易,再加上在这个疫情期间更是艰难。 弟子便在做完功课后,都念三遍心经和四十九遍准提神咒,专门向菩萨祈求。 菩萨慈悲,弟子终于能够得到工作,还是心仪的公司,真的很感恩菩萨的慈悲加持。 分享结束,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,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,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,不让师父悲,不让师兄们悲。 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 在韩国,有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,他这个老和尚名字叫静虚禅师。 这位禅师呢,带着小和尚们出去办事。 回来的时候呢,小和尚呢,就是满肚子的不满意,因为他拎这个行李啊,越拎越重。 跑得呢,背得小行为一样,背得很重,他很难过,他一路上发牢骚,就还要停下来休息休息了,师父啊,我走不动了。 平命的这么讲。 到了一个出庄之后,这个静虚老和尚呢,他也不讲话,看见一个女士在田野里,他走过去跟他父儿讲了一些句话。 突然之间,那个女的大声地尖叫起来,然后很多村民以为他这个和尚对女士有非礼的行为。 大家都追出来说,哎呀,追他呀,要打他。 这时候静虚老和尚身体非常高大,腿很长,他就跑了。 然后这个小和尚背着行李,他跟着他飞跑,跑到一个山坡上,一看后面没人追的。 静虚老和尚坐下来跟他讲,你觉得行李累不累啊? 你知道我们马上就到家了。 你知道静虚老和尚刚才跟女士说什么话,说你叫一下,我来教育教育我这个小和尚。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,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,不能没有坚毅不拔的信心。 学佛人的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如果人一个人学佛没有信心,修一点心就会较恐怖迭。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早上七点钟,六点钟上班的,他们是四点钟,五点钟起来念经的。 这就叫毅力,这就叫修心。 等到他有求必应的时候,那就是人家的果报。 希望你们对前途,对学佛要有信心,要有目标,再重的担子。 我们也不会觉得重,我们要承受这个压力,承受这个学佛的苦。 因为吃苦才能消夜,因为学佛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。 做人长期,这么难做,这么受苦,何况修心呢? 修心哪有不吃苦的? 该看的不能看,该吃的不能吃,该做的不能做。 想一想,就是叫苦修心。 我们只有在苦中,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开悟。 因为开悟是靠着苦来消夜。 所以,苦吃的越多的人,越消的越快。 希望大家消夜障,我们这辈子不欠肥人的,我们走的时候,就能轻松地回到天上。 感恩菩萨,感恩师父。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,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 末法时期,佛就佛,摩拉摩,我们要坚强。 心中要明白什么是佛,什么是摩,这样你就不会变成摩,因为你心中知道什么是佛,什么是摩。 上香的时候,多称观世音菩萨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。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。 加油吧,学佛人! 嗯,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 旧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一起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